今天去吃个南昌老三样啊 他们家的是四点啊 公众号上放号呢 我掐着点 找到的排号了 因为听说他们家啊 每次吃饭都要排队一两个小时 他们家是五点营业 走 这是不是正儿八经老南昌的装修风格呀 看看 我进来这会人都坐满了 先从这个蟹脚捞粉 我点的是面 要是用我们陕西的那个手擀面啊 绝对更好吃 肉好满呀 老三样必吃的藕片 哇 看着就好辣呀 哇 这个味道太棒了 红烧鸡脚 嗯 好软糯呀 牛蛙 韭菜盒子啊 跟我们那边韭菜盒子完全不一样 跟我们那边韭菜盒子完全不一样 蘸这个汤绝对是绝了呀 它们家这个辣度是不能调的 就做什么辣 你吃什么辣 吃不了辣椒的还是别来了 我就感觉江西这边的辣椒是辣红萝的那种辣 吃起来嘴里其实还好 总的来说啊 江西的菜也属于重油重辣 重口味的 我感觉跟川味还是蛮像的 豆腐烧牛蛙 哇 这豆腐也好入味 这顿饭啊 唯一的美中不足啊 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面条有点太软了 但这个味道真的是太赞了 越吃越辣 越吃越辣 干菜啊 我是第一次吃 但不得不说啊 这个口味啊 简直太符合我们 我们北方人了 我们三个人啊 总共消费了179啊 人均也就是60则用 因为它啊 也就是桌上有让你扫码关注了什么的啊 就会送一些什么送一份藕片了什么的 所以说里边的藕片是免费送的 还有那个红豆汤也是免费送的 我觉得还是挺实惠的 这个味道啊 吃的也特别棒